爸,我这批飞机离了,所以今晚会吃哦。 你那三个亲孙马上就到你家了。 拜托你就看着他们一天吧, 希望赶到回来吃团圆饭。 谢爸。 华人过年, 这三个孩子最怕见到的, 就是他们的阿公。 每年过年, 阿公家都有很多规则要遵守哦。 那个叫新年的禁忌, 所以,叫做阿公的话就对了。 我们不如在这里等多五分钟还进去吧。 好的。 阿公,好。 我们会玩得很开心的。 阿公,闻到你了。 玩得开心,我不觉得。 他们肯定很无聊, 他们生活的方式那么不一样。 你们还记得, 过新年的时候, 有三大不禁忌要遵守的吗? 三不,当然记得。 不准打破东西, 在新年时打破东西, 会带来挂任期哦。 不准小弟, 会傻着福气。 不准阿家, 说不及的话, 就会倒霉一整年哦。 当我们按照传统习俗过年的时候, 就会好运一整年。 明白。 你们现在有个重要的任务。 重要新年任务? 哈哈, 那一定是要孩子们, 为他准备他最期待的团圆饭。 记得专手三个步。 不怕不怕, 这叫做睡睡平安。 你又来上班, 不肯扫我。 你走开, 我上怎么做。 嗯, 不准阿家。 等我们休息五分钟。 阿公。 阿公。 哇, 好香耶。 哇。 对不起, 我们没帮忙。 还记得散步吗? 我们不骂人, 不打破感情, 不骚就关了。 自然就有好运气。 你最好了, 阿公。 爸爸, 妈妈。 三步, 不只是新年禁忌, 他是华人过年传统习俗, 他让亲情更坚固, 他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。 阿公。 他牢牢地连接着一家人的感情, 无论何时何地, 一家人的心都会在一起。 马兴集团, 祝福大家何家幸福, 浮吐影响。 像íre阳停车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